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数位平权政策 结合社区关怀据点 礼办公处开设银法数位课程 也和青年合作 一同探索数位科技的乐趣和便利 看起来怪怪的 可以跟我们搭解提醒一下 这边有交通违规的罚款 基本上我们交通的罚款 不会用情绪来通知 所以这个如果有看到 有交通违规 你要去到这个连接去交款 千万不要去点开 这位大姐收到一封可疑的讯息 正愁不知怎么办 台北市长蒋万安点出疑点 确认这是诈骗简讯 要大姐千万别受骗上当 其实这样的例子 时常出现在你我 以及周遭亲朋好友的生活当中 要如何在资讯科技时代 享有便利性 且不受诈骗损害 也是大众需要学习的课题 我们台北市 我们既是在推动 让很多的长辈也能够学会使用 不只是3C产品 从一开始可能对于数位科技 有一些抗拒害怕 不熟悉到慢慢了解 甚至爱上能够使用 那我想我们在台北市这边 我们其实在过去 我们有透过单点课程的教训 来进行相关的课程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 充足我们长辈的需求 所以这一次也谢谢资讯局 社会局 大家共同帮忙 也谢谢我们各个学校 包括同学 包括我们社区热心的礼賓 以及很多NGO团体 大家共同努力 我们提供及时协助解决问题的小帮手 我们叫做数位帮手计划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来让长辈能够不只是听课 同时当他有任何问题 他都可以透过小帮手来给他解答 带着他操作 然后慢慢让他有好的经验 好习惯 并且让使用数位科技 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过去 大家一定都有经验 我们协助长辈买了一个新的手机 帮他都设定好 下载找各种APP 但是有时候长辈用了 还是会跑回来说 这边安大友 到底要怎么使用 更方便 那甚至我想也不只是我们银罚乐龄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也要时常寻求我的小帮手 我的儿子 他刚上博中 现在很多在操作上面 他比我要快熟练 而且很了解最新的一些科技型的APP 所以我想不断的学习 都可以让很多不同年龄 族群朋友 能够更方便有效的使用 这些数位科技 所以我也要再次感谢 我们各位同学老师的协助 今天我们也会颁发感谢状 就是想谢谢大家 透过我们邻里 透过乔房手机师协助的方式 让我们的整备能够持续享受精彩的人生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数位平权 结合社区关怀据点协会礼办公处 开设引法数位课程 也和青年合作 一同探索数位科技的乐趣和便利 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平等参与 使用数位科技带来的方便性 今年加薪里也有承办 我们台北市政府资讯局这些 教导引法阿公阿嬷来丑用手机课 那大家其实最开心的 就是能跟得上时代进步 然后学习到这些 其实我常常跟他们说 可以跟自己家里的孙子们 去做这个连结 让他们知道阿公阿嬷 其实是不会落后的 那大家最欣赏最喜欢的呢 例如说这次会有一些 尤其LINE的课程 我想是大家最常最普遍使用 那这一次比较特殊的呢 就是说台北市也藉由这个机会 来推广台北通APP 那我们也会鼓励说 师傅一定要加深推广这个APP的功能 让这个长辈未来能透过这个台北通APP 能多加使用 来了解台北市的一些政策 和师傅推广的一些各项活动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例如说这个电子支付 我想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好奇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可以用这个BB 就可以做这个支付 尤其现场老师们都有带去7-11 实际的操作 我想这个部分的确是一个很棒 就是不只是在这个课堂上讲 甚至实际带到超商去实作 我想这个都是一些很棒的课程 所以未来当然我们都会很希望台北市政府 继续在这样的一个资讯推广的活动 可以多拨一些经费 多让各个许多 例如说我们台北市456个 456个里都能够全面普遍的去推动 我想这个是非常 让更多阿公阿嬷都可以接受资讯评权 我们平常会办一些数位好帮手的课程 然后呢他就是会 因为现在假讯息其实很长好 就是会有一些教你如何辨别假讯息 就是像我们的平常简讯里面都会有一些连结 其实长辈就想说 阿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与其未缴 或者是我是不是 或是他会觉得 阿这个感觉优惠很厉害 然后他就会点进那个连结里面 这其实就掉入了假讯息的陷阱 他里面就会这样你签线 身份证字号或是你的手机号码 这样其实他的个人资讯就外露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集结的推广说 要如何辨别假讯息 然后要如何看到这个讯息 他其实就会提高警觉说 阿这感觉是假讯息 那我要如何去辨别这样子 数位平权成果展中 可以看到市民不分年龄 皆能拥抱数位生活 青年的创意很热忱 可以带领长辈们进用科技 展现数位平权化 也是市府重要的实证目标 记者问郡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2023 永续台北循环城市进化论论坛及特展 邀请15家循环经济厂商 展示相关产品 并透过论坛议题 鼓励产业界从近邻永续的角度 思考如何调整转型成商业模式 用蒲草制作的草吸管 不但可以取代一次性的塑胶吸管 使用后即可回归自然 这是由咖啡厅业者研发的环保吸管 强调自然循环的做法 让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大感兴趣 因为它是植物 整只都是植物 所以就不需要去重复清洗 电源也不确定会不会洗得干净 然后再来就是它植物完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丢橱鱼桶 所有的餐饮业者一定会有橱鱼桶这个选项 所以它不需要再去担心说 我一定要丢到垃圾桶里面 或者是哪边要怎么回收 固定回收什么之类的都不需要 你就算它丢一般垃圾 它烧完之后也是变成很纯的碳 它就是回归到土地里面 我们讲的循环是自然的循环 它没办法再利用没有错 但它就是从土地生出来 然后它就又再回归到土地里面 这场在西门喉喉举办的 2023永续台北循环城市进化论论坛 与循环聚落生活特展 除了鼓励企业改变商业模式形态 从净铃永续角度思考 也呼吁消费者共同支持 一起来当永续关键人与守护者 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整个全球 都是以2050年净铃当作一个目标 但台北市我们自己定的 阶段性目标比较高 我们在2030年就必须要减碳40% 所以事实上每场活动都非常的有 它的意义就是一个很大的倡议 就大家知道说从所谓的净铃 跟永续的概念 从早期只从环保的角度 到现在整个产业经济 到消费形态 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 来做一个比较大的翻转 所以今天这样一个论坛 很重要的重要性 就是让所有的商业 希望它的形态 商模形态可以改变 从净铃跟永续的角度来做思考 另外也让倡议消费端 大家能够来支持 成为一个在台北市 我们每个人都是永续的关键人 都是永续的守护者 出席论坛的台北市副市长 林一华也以天恒事件说明 在极端气候频频发生的现代 推动永续静零的重要性 在整个月气候一场下暴雨之后 事实上我们都必须 赶快地底下 都必须要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检验 因为这个下暴雨 它对我们地底下的影响 论坛外的循环聚落生活特展 则以十一住行四大类 展现产业永续发展亮人 鼓励业者兼彼此交流激荡创新思维 同时让市民在走逛聚落 认识生活中 进临循环新选择 透过行动创造改变 实现循环城市 进临台北的愿景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 发生在1853年 顶下交拼是关系着 蒙甲与大稻城发展的 著名历史事件 170年后 蒙甲与大稻城商圈 携手合作 举办2023顶下小吃拼 集结来自蒙甲和大稻城的 二十间在地店家 邀请国内外的旅客与民众 票选自己的天菜美食 一起用美食来改写历史 2023顶下小吃拼 集结来自蒙甲和大稻城的 二十间在地美食店家 透过票选活动 走读导览 美食地图与美食展览 四大活动 带领民众认识蒙甲与大稻城 深入了解当地著名景点 丰厚历史 以及在地店家的故事 那投票的部分 我们就是希望民众 可以拿到这次的老城 餐桌地图之后 到大稻城 还有蒙甲的店家吃之后 利用手机扫QR Code 上网投票 那文化导览的部分 在十月初的周末会进行 那一样在大稻城那边 还有在蒙甲这边 都会有各自的美食路线 让民众可以了解更多 店家的故事跟文化的内容 然后在策展的部分呢 就会从9月22号开始 到10月15号 都会在龙山文创基地的 闭广场展出 那民众都是免费 可以进场来参观 从淡水河沿线 北边开始 就会是大稻城的城区嘛 然后经过北门之后 其实万华就到了 所以其实 这两个老城区 一直都是观光客 常常造访的地方 但他们可能就是各玩各的 就是比如说 今天的目标在大稻城 或是今天的目标在万华 那我们也希望 民众从 一早 他们通常是从 到庙宇拜拜开始 那我们希望 他在庙宇拜拜之后 可以获取 这些活动资讯之后 就可以由南一路往北吃 或是由北一路吃到南边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预估光产值 可以破就是60万 在短短的三周左右的时间 这样子 那除了其实吃之外 很重要就是 两个老城区有很多的 历史建筑 古迹 还有很多的文化故事 其实也是很希望 大家透过除了吃之外 也可以来这边 看看这边的拜拜啊 或者是说 逛一逛这边的老房子啊 像万华这边还有剥皮寮啊 乡土教育中心啊 然后还有比如说青山宫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景点 比如说红楼啊等等 那大稻城那边也当然很多 就是在地化街那边啊 延平北路这边 其实都有很多的 场馆或者是古建筑 都也很欢迎大家呢 去来走走看看 记者会现场 万华与大通区知名庙宇 龙山寺与峡海城隍庙 商圈发展协会 民意代表 以及市府官船局与产业局 都一同共襄盛举 期盼透过活动 吸引民众走路在地 品尝美食 了解当地文化 进而促进观光发展 台湾最大的 背包客的住宿地 就是在西门丁 现在目前有四千五百个床 差不多将近一万个人 每天都会在那边住 因为都是几乎都客满的 那这些人 我们希望把他拉到大稻城 把他拉到旺华来观光 这是一个非常棒 甚至用走的就可以走得到 那像 从往北的话 走到铁道博物馆 走到北门去 铁道博物馆 然后再往那个迪华街走的话 是非常近 那往南走的话 从贵阳街 西门院士走到贵阳街 也是非常的近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行销 我也一直要推 manga的小吃 因为放眼望去 全台湾的小吃 只有可能台南跟我们有的比而已 但是万华的manga的小吃是最其中 台南的小吃是分散的 那所以我们希望把万华的小吃 推成是台湾北部最重要的美食重镇 2023顶下小吃拼邀请民众在9月23日到10月15日期间 一起来投票 选出心目中的天菜美食 深入体验老城区的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7成1的受访者 对于创业兴致勃勃 相较于去年调查的6成2 多了近一成 虽然想创业的比例增加 但预备投入的资金却变少 究竟上班族创业会面临哪些压力 带您一块来了解 铺腿这边也是有做松紧的 用手机开直播 在镜头前仔细介绍身上展示的衣服特色 22岁的陈小姐 是中文系应届毕业新鲜人 曾在企业实习半年 发现自己不适合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 在家人的支持下 大肆展开创业之路 如何经营社群 摆拍进货挑货等 都是边学边修正 工作时间长达10到12个小时 比上班族工时还长 因为一开始就是因为喜欢衣服 我喜欢很漂亮的东西 然后也喜欢帮别的女孩变漂亮 所以才想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但自己做之后就会发现 不容易 就是我几乎是无时无刻都在工作 尤其是最近开了一个小店铺之后 就除了网路上 然后还有实体店 就是从一大早就先过去整理 然后再到忙网路上的东西 然后还要接待客人之类的 就是基本上都会超过10个小时 一开始小本可能一两万一两万的这样进货 对 然后现在的话收支平衡 但没有到让我很富裕的可以去娱乐 但是起码不会到亏损这样子 最辛苦的就是 就是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做 就是从选货 然后搬东西进货 然后再到自己拍摄 后期修图上架 就中间说的是 就是为了省人力成本嘛 所以都要自己做 这点是比较辛苦的 我上了非常多课 就是因为我要自己后期制作嘛 平常还要剪影片什么的 就有上一些AIPS 还有剪辑课 然后因为我会自己去拍 所以我也会上手机摄影课这样子 就是希望每一个环节 能够用到的东西 我都有去学 熟练的冲煮咖啡 向客人介绍咖啡豆的风味 刚过三十的配儒 从连锁咖啡店的外场服务生做起 花了五年时间 不断进修跳槽 投入专营咖啡的品牌学技术 甚至一天做两份工作 用最快的方式 存下创业的第一桶金 终于在去年成功圆梦 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本来一开始就是在比较餐饮体系工作 那就是说 其实大家开咖啡店 或是在咖啡店工作的人 就是会有一个咖啡梦 想要自己创业 然后自己当老板这样子 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可是不能只有光想而已 就是真的必须要一步一步去把 该完成的目标 去一步一步实践 然后去达到此线这个梦想 那时候就是有兼两份工作 为了可以增加收入的部分 来达到可以开店的资金 然后那时候也有几个不同的行业 像存外送的店 或是有内用的店 那经过不同的店 就是待过之后 然后去了解说 开一家店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去累积那些经验这样子 会比你一般在就是 单纯的就是受雇 这部分的话 薪水其实会比较高的 目前我的预计也是 好像月入十万去做发展这样子 工作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 但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 就是在当员工的时候 也很容易就是 因为为了想要多学一点嘛 其实我也会用比较多的时间 在工作上 所以其实自己创业之后 我觉得至少是会自己做事 这样子的感觉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七成一受访者 对于创业兴致勃勃 但预备投入的资金却变少 且已创业者有高达六成三 平均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 更有三成平均工作 长达十小时以上 颠覆刻板印象中 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 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其实有七成一的民众 对于创业是有兴趣的 当中有百分之五十二点九的人 是有这样的意愿 但还在观望跟评估当中 另外百分之十八点一的人 是已经创业 那这个数据 跟去年我们的调查结果 六成二的民众 想要创业相比 其实今年明显是 多出了将近一成的人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我们归咎发现 其实有五成的人 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薪水太少了 想要增加收入 其次则是包含斜杠人生 还有副业投资 以及个人的兴趣专长 还有希望达到work life balance 以及希望拥有更弹性的时间 可以多陪伴跟照顾家人等等 那么调查也发现 其实今年想要投资的人 想要创业的人 他们愿意投入的金额 大概是33万7千元左右 但这个数字对比 去年相比39万4千元 明显是少了5万7千多元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我们发现可能跟通膨是有关系的 因为现在物价上涨 还有房租的租金也变贵了 所以可能会垫高 他们的投资成本 压缩到他们的获利 所以因此投入的金额 也转趋保守 创业者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其实除了就是工时的部分 还有人员不好找 另外还包含了房租物价上涨 还有可能竞品太多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宣传 等等的烦恼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还有创业者来说 都是让他们非常担心的部分 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 很多人想要创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因为希望可以拥有 更弹性的工时 有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 但是根据我们的数据 发现其实真正创业之后 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的 其实占了大多数 而另外有超过三成的人 他们的工时 甚至是超过十小时的 所以跟一般大家觉得 创业之后 你的时间比较弹性自由 好像是有些许出入 那这些创业者 他们最想投入的产业 有哪些呢 在台湾真的是 民以食为天 我们调查发现 超过四成的人 最想投入的是特色小吃 其次呢 则是包含台湾人最喜欢的 咖啡手摇饮 还有服饰 以及网拍代购等等 最后呢 是早午餐的部分 所以可见 不管是在餐饮的部分 或者是微电商的部分 都是现在创业者 非常有兴趣投入的目标 调查中也指出 第一次创业年龄 落在26到30岁 占最大中 其次是34到40岁 整体平均创业年龄 为35岁 关键原因在于热情和行动力 有不少人会采取 极低资金成本创业试水温 创业失败 就回归遭久晚五的 上班族生活 整体而言 以小博大是最佳创业写照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费十三年填调与制作的公共艺术剧情唱片 环南时候透过市府跨局处长期合作 让公共艺术作品以电影的形式呈现 融合环南市场独有的街头景象 在地食材等 并改编真人故事 呈现出万华在地最真实的人生情况 环南时候是台湾公共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透过市府跨局处合作 让公共艺术作品以电影形式呈现 剧中四人结败为环南四少 但殊不知其中的第四少 却来自三十亿年后的未来 用穿越的方式将市场每个多元又感人的故事连接起来 看商也变成定里头的演员 凸显在地特色 一个市场竟然到最后能够把一个历史变成一部电影 那说实在的 这个过程一定是很复杂的 如果没有会长的多帮忙的话 我相信这个中间有很多环节是很难跨过来的 非常难跨过来的 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 在我们现场胡朝胜先生 各位可能对他没有那么熟悉 但他在艺术界是赫赫有名的 他在不管是在策展 还是在各种的创意的意见上 都给了我们文化局也给台湾的艺术界很多的帮助 那他能够有他在 我完全不意外为什么到最后 这个整个的环南市场的公共艺术会变成一部电影 有他在我完全不意外 因为他的想法应该绝对足以制成这个创意 现在他们是在电影里在这边是当演员的身份 待会一出去以后围巾一围明天早上就开始在市场又在 蹦蹦蹦蹦蹦跑起来了 给各位一个掌声吧 太了不起了 我只是比较担心 在未来各位一边做生意的时候 一边还有签名 会不会很麻烦 一边签名 还有一边不好意思 拍谁拍谁 然后再签个名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这样的开场是意味着这是一个创举 那我要跟几位演员 演员演员说 真的 演员的生涯 各位一定可以走很久 而且将来有机会 各位的行动这么好 这么会演戏 一定会有很多机会得很多大奖 但这部戏 一定是你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不知不觉中在写历史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个公共艺术把它拍成一部电影 我一直以为公共艺术就是在 在现地 可能有一些硬体啦 有一些像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说 我有一天会来这边要看一部电影 那个电影名称叫环南时刻 所以呢 那这个是 头一个就是很感动的地方 它是空前的 第一部将过往我们对于公共艺术的认知 不外乎就是雕塑 不外乎就是这个石头 不外乎就是铜雕 等等之类的我们可以想象 那这是第一次 我们用影像 我们用电影的方式 来把环南市场 也就是这个设置应该要设置艺术品的地方 的这个作品转换成为一个影像 以叙事的方式来呈现在大众面前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作为这个其中的知情小组 我们非常的荣幸 能李鼎导演 能将环南市场 跟这个 他的前世今生 结合他在剧情上面的 这个 这个编导 再加上 这个里面的爱情故事 场域精神 跟创意 再再的都从影像里面 我们看到了 台湾在过去三十年来 这个万华地区的这个 宫庙文化 台湾在这个爱情 在感情上面的 这种人权上面的推动 以及创造力的表现 电影《华南时候特应会》上 导演李定及演员接出席 分享拍片小故事及心情 其实你们知道 我就是最怕跟林东碰面的人 我记得我跟他碰面的时候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知道你们 林东你好 我知道你最讨厌 长头发的男生了 希望我今天是你 第一个例外 那我就因为了这句话 赢得林东先生 对我的热烈的拥抱 然后呢 他完全的支持我们 给他一点掌声 所以我要在这边 跟大家说一下 林东先生并没有对 长头发的人 特别有那个意见 所以说绝对不是 因为有长头发 那为什么一定要拜访他呢 其实大家看这个《华南时候》 刚刚这个预告片 跟各位讲 这部片真的超级难拍 因为《华南市场》 有一千多个摊商 一千多个摊商 如果你只拍林东先生的话 另外一个没有选上 自治会会长的人 会跟我们臭干凋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有一天 就跑到那个猪肉摊商去问说 你觉得我们是拍纪录片好 还是拍剧情片好 还是什么好 说你不要给我拍什么纪录片 你不要给我拍剧情片 不要给我拍那个什么片 你最好是拍电影 我说拍电影 拍电影是就要拍像蒙甲亮 确定不要 我们《华南市场》 绝对不可以再拍有帮派的东西了 因为《华南市场》 最不可以有就是帮派 可是帮派最有钱嘛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告诉你 我看你这样 你去拍同性恋好不好 拍同性恋一定会有人看 我其实那一刻的时候 其实贪商很爱开玩笑 就是开玩笑 就像刚刚预告片看到的 那个洗猪肠的那个 你知道是谁 他就跟我说 我们最厉害不是洗猪肠 我们是洗澡 我们还男人洗澡最干净 就从他这一句话开始之后 我们就收集了所有的故事 其实我们那时候有 也有跟导演讨论几个 就是自己想象中可能老了之后 我原本导演也有问我 要不要直接演到像余萍一样 不要说老了之后啦 就是过几年之后啦 这才几岁耶 这跟导演也要年龄 你就说老 对不要说老了之后 说过几年之后啦 就大概明年的时候啦 就大概明年的时候 对 我明年的时候 我想象中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去 做很多造型的测试 然后发现其实我跟单程律老师 在绑齐头巾的时候 好像真的长得很像 对 所以就觉得这个蛮好的 就我明年大概就是这样 绑头巾之后明年就这样 在同性上可能还是需要 有一点的压抑或是有一些东西 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坦白的讲 尤其是跟亲情之间 也有很多的疙瘩 然后我觉得我跟初宫轩 一起合作的时候 最开心的真的就是 跟他一起上了很多的课程 然后学了很多很多 例如说画脸啦 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打橄榄球啊 就是我们进行了很多默契的培养 所以我觉得他刚才会这样说 就是波威来帮我讲这件事情 但画脸那件事情印象真的很深刻 尤其是我们有为了那天要画脸 然后我们还吃素 算是对这个信仰的一个尊重 那我其实非常喜欢 就是鱼康米从18岁 跨度了这么多的时间 来到了49岁 因为我觉得鱼康米可能就算是一个 环南市场的地府岭吧 就是他一直以来都在这个地方 感觉好像不管他的身体 还是他的心灵都被真空在这一个 台北市最重要的市场里头 然后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由鱼外还是鱼内 对我来说 是年龄的冻结 也是就是我把这个角色整个人都留在这个地方的感觉 然后非常谢谢可以跟着这个团队一起拍摄这么棒的电影 然后把大家最棒的时候都留在环南时候 环南时候借由电影这个拍摄行为 使公共艺术不再局限于实体空间作品设置与艺术计划 进而在影视鹰的创作过程中 借由拍摄与在地居民及摊商互动 使公共产生行为 电影不负众望 日前已受2023高雄电影节邀约单美主义开幕片 售票一推出便开出红盘 未来期盘加深与影视产业合作 推向更多影展与商业放映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2023成功新秀舞台 10月19到11月5号将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 今年邀请12团优秀剧团 14位新秀横跨歌仔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拼场拼戏 12团优秀剧团 12团优秀剧团14位新秀横跨歌仔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并场拼戏 2023成功新秀舞台 由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刘美芳教授担任策展人 广邀各类杰出剧团与征选团队携手演出 呈现不同剧种剧目的多样风貌 展现传统戏曲缤纷多彩的魅力 我们成功新秀舞台就是为青年演员 创造一个同台竞技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给的就是观众们能够看到最精彩的演出 可能同场的演出里面行当会不一样 剧种会不一样 表演文武会不一样 那过去的历来其实都是策展人主动去邀演新秀 但是有很多团队就觉得蛮遗憾的没有机会参与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第一次尝试 用邀演跟增剑双轨来进行 那果然就调出了从来没有来过的团队 跟新秀们他们表现的都很精彩 所以我们今年觉得这个概念既然还不错 我们就继续执行 因为我们的演出是希望说不同的戏曲的观众都能够去看到其他剧种的长处 而不说可能我本来是唐团的死中铁粉 但是我今天来也许看到了京剧 也许看到了艺剧 看到了客家戏 我发现其他剧种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 那同样的我们京剧的观众看到我们唐团演出的这么精彩 下次看到唐团卖票我也就进来了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观众的影响力 办理这个成功新秀舞台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传艺中心有一连串的培育我们传统戏曲人才的计划 比如说我们从习艺生 青年路团的辅导 还有外台戏功底的承办 等等到最后这个成功新秀的舞台 其实都是希望培育年轻的新学人一起进来 将来为我们的传统戏曲界有更多的接班人的机会 那今年又比较特别 我们原来青年这个路团这个辅导的团员 本来是在训练的阶段 那也纳入在今年的表演的新秀里面 希望他们更能够借这个机会 以眼带训能够发挥 迈入第七届的成功新秀舞台 累积多年演出能量 共有近百位新秀演员站上舞台 今年更首度将传艺中心青年团员入团辅导计划 成员纳入新秀 整合各项人才培育计划 藉由资深艺师传承戏曲功底 淬炼戏曲接班人 为台湾传统戏曲注入新生命 比如说像驻团的青年团员 还有习艺生的培训 那当然到年底的时候 还有成功新秀的表演的舞台 其实因为有这一连串的培育计划 让我们每个剧团不同剧种 可是每个剧团大家都可以很用心的 在各自的剧团来培育我们的新生代 那所以在近年来我们就发现各个剧种 我们看到很开心的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加入 而且也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更多的心血 来投入各个不同的剧种参与演出 我们发现观众的年龄层有降低 对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是不止我们在培育新秀 青年人的这一块上面 我觉得培养观众也很重要 因为有好的观众 我们培育这些新人这些新秀 他们才会有日后有观众群走进剧场来支持他们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剧团本身现在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培育新演员优秀的演员 而且也希望可以培养更多看戏的观众 其实歌仔戏比较 就是歌仔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的行当比较模糊 没有分得这么的细致 对 所以老师给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 像我前阵子就才刚饰演一个老蛋 就是算超零演出 对 然后偶尔在剧团的大戏也会饰演一些花蛋 就可爱的角色 然后像这一次呢 就是饰演的是一个很凶猛的女武将 对 钟吴燕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磨练的就是状况底下呢 我相信将来就在跨领域 或是遇到各个不同角色困难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出来解决这样 那因为我不是本科生 所以对于一些 他们之前在学校可能念了十几年的功 对我来讲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那练习的过程中虽然有时候会遭受很大挫折 掉泪 其实他都没有讲 其实都偷偷的哭 但是老师就会一直鼓励我们说 当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 你要学会 你要享受舞台 而不是一直去在意你会 在台上会失误 不要去想说 你练了那么久 为什么在台上可能会失误 他叫我 不要去想这些 就是要我 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己 你有花时间花心力去练习 那到了台上就是尽情展现 然后享受舞台 期待这次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吸引到更多不同观众群走进剧场 当然也希望是客载戏 客家戏 金剧 玉剧 各个不同的剧种的观众 可以因为一张票 有多种的欣赏的不同剧种 他可以因为这次来看戏 他愿意在跨剧种的欣赏 他愿意走进剧场来做一位好观众 2023成功新秀舞台 从10月19日起至11月5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 今年更加入文化币专属优惠 凡是使用文化币购票 就能享有八折优惠 希望能突破同温层 将传统艺术之美 介绍给更多不同样貌的观众族群 号召年轻观众一起进场 青年挺青年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家福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空间狭小而且不同风 台北家福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荣小姐 民权福乐社陈慧正社长 以及企业抛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暖心福袋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珍珍家中凌乱不是因为没整理 而是空间狭小摆放不易 加上租屋状况很少购买固定式收纳柜 就会变成成堆衣服小玩具常常无处安放 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每天都要重复做这种事情 然后就可能就是很凌乱很杂乱 然后心情也不会很好 然后小孩子会说 妈妈我们的衣服找不到啊 哪里都放不下这样 对就会觉得很烦躁 然后就是会有点难过 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足够 比较好的环境给小孩子 摘衣服和收玩具 摘衣服跟收玩具都很喜欢是不是 那你会带两个妹妹一起吗 会 会跟他们一起是不是 就是有系统的那种收纳箱 然后这样一箱一箱的玩具 也可以分门别的 然后让他们想玩的时候就找得到 然后不想玩的话 还可以收起来很整齐地放在旁边 那衣服也可以一个一人一个 然后这样看起来可以帮他们 可以自己收拾自己的 然后也不会这样很凌乱 一直倒一直倒也找不到 台北家父中心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且都空间狭小不通风 因此家福看见这些家庭有收纳的需求 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荣 民权福伦社及企业抛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暖性付带 包含折叠收纳箱及生活物资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真的经过时间巧思设计 还有对的收纳工具之后 原本瘫的乱的很容易滑落的 通通可以有系统的摆放 那我觉得家呢 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避风港 回到家就是可能你一整天工作很忙碌 被老板标骂 或者是今天过得不太顺 回到家就是希望可以放松 享受 Relax 而且你视觉上是要很舒服的 不但是要卫生之外 我觉得整体也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如果家里还有幼童的家长们 如果借由收纳孩子们也可以培养独立自主 而且对自己的物品有负责任的态度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像这次我也成为租屋主了 那我也明白说 其实你在一个租屋的环境 不可能自己花钱去定制很多家具 因为你可能下次你要搬到哪个地方 那个家具不见得适合 虽然现在有很多活动家具 那像这次我在搬家的时候 我发现房东已经帮我做好衣柜了 可是那个衣柜打开 没有抽屉 那我后来我也去买了一些 就是便利的抽屉 然后就发现说 原来这样子收衣服真的方便许多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在我们收纳整理的过程当中 真的很好心力 不但你要伤脑筋之外 你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还要在抚养 幽童或者是还要在工作的上班族 其实是非常的辛劳的 更何况 其实这些收纳工具买起来 也是不少的开销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号召大家的爱心 我们希望呢 小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的困境 而影响他课业的学习跟生活 所以呢在今年呢 我们跟谢主任谈过之后呢 我们知道家福中心 今年要办这一次的 软心服带物质还有置物带 给每一户的家庭 我觉得呢这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就马上呢 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呢这个活动可以帮助 很多家庭呢 他的生活会比较舒适一点 也可以让孩子呢 读书的环境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我就找了我有社呢 共同来赞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展现我们福人的精神呢 能够呢发动 就是能够来帮助这些弱势小孩呢 的家庭呢 能够呢有一个尽一点心力 那其实在LV台湾以及海外 我们公司其实做了很多 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 那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 以往我们有跟家福基金会合作 那今年我们因为疫情过后了 所以办了一个台湾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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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新的一個善狂的一個服務 台北家府主任謝曉雯表示 家是社會最小的單位 卻是最重要的 家影響著人的一生 而有一個舒適的家很重要 和各界善心人士 能夠幫助弱勢家庭改善環境 那這一次我們想要募集的孵帶呢 其實一樣是從家庭的需要開始出發 我們發現台北的家庭 他們都是租屋而住 租屋的情況其實都是比較空間狹小 可能空氣不是太流通 那所以他們其實在收納上面 是有一些議題需要去被克服的 那我們看到這樣的需要 所以希望能夠幫家庭募集收納箱 因為這收納箱對他們講是很重要的 空間小如果沒有好好的收納的工具的話 其實他們的空間就不會是太舒適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 他們過往都會用紙箱啊或者是用垃圾袋 或者是用紙袋去收集他們的東西 我們覺得這樣其實很容易潮濕受潮 所以我們覺得收納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福袋的內容 那因為需要大家一起來募集 那一樣我們今年的福袋一樣是1500塊一份 那裡頭就會含著收納箱還有民生物資 那希望家庭可以在過年就是新歷年前可以過一個好年 那我們今年的活動一樣是在12月3號禮拜天 在國父紀念館我們會有一個園遊會的形式 那有70塊攤位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福袋有興趣歡迎一起來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就是募集那個攤位也是感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一天就是我們全部的家庭都會回來 跟我們大家一起過一個快樂的下午 有了藝人企業米肩團體共同支持 台北家夫號召親朋好友響應收集愛疊幸福福袋目擊活動 一起成為弱勢家庭最堅強的後盾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合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合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擁殖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合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合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集務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潛艦國造最新進度曝光 台船董事長鄭魂榮指出 原型艦已經完成封殼 同時強調 台船除了水面艦外 水下建造技術也通過考驗 期盼落實國防自主的目標 2020年11月24日 由總統蔡英文親自舉行開工典禮後 潛艦國造最新進度曝光 台船董事長鄭文榮表示 9月28號 原型艦將在台船高雄廠 舉辦命名下水典禮 之後將進行一連串搏港及海上測試 命名完了之後 馬上就要開始進行所謂的搏港測試 搏港測試完了以後 就該做海上的測試 海上測試完了 就台船的工作等於就結束了 就交給海軍 那海軍就要做他的所謂的 作戰方面的測評 測評如果也OK的話 他們就會開始進行 這個所謂的建軍的準備 大概的進度是這樣子 等於硬體的 可以說硬體到現在是OK啦 再來就是要驗證這個硬體 是不是效果是不是大 那大家也關心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件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可以說這個件就一定比我們 現在擁有的那個都好 效果那個性能都更強 鄭文榮強調這證明台船不僅水面件 就連水下件也有能力建造 他也期盼這幾年好不容易累積建立的經驗技術 能夠繼續發展運用 真正落實國防自主的目標 以能力來講 水面件是台船是絕對 證明他沒有問題 因為從2萬噸的磐石件 到1萬噸的這個玉山軍艦 乃至於這個海巡的這個4000 20001000 像這一百都沒有問題 所以國艦的部分 我想水面件已經證明OK 那現在就水下件 水下件的話我們設計的能量 等於是OK了 那現在製造也OK了 那個技術在水下 那個技術那是更高更高的高端 那現在也都能夠做得出來 因為每一個焊接都要經過 非常嚴格的那個X光 磁性檢驗 能夠風格代表每一關都經過海軍 甚至於外國的那個第三公證單位 來幫你檢測 設計也OK 技術也OK 再來就驗證我們整個系統 是不是完整 大概就這樣的一個 目前能量就是這樣子 進度到這樣子 這個就要 就看看那個決策 看決策 看決策 我們當然很希望說 已經建立的這個能量不要浪費 如果浪費的話就有點像 像以前的IDF一樣 蓋好了沒有接續 好不容易折成了幾年的力量 閃掉了 非常可惜 記者 張啟騰 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 安樂區一處私有市場內 地下室積水 蚊蟲滋生 市場管委會多次清除 但還是遭人亂丟垃圾 議員吳華家要求市府應該要介入 而且管理人也出面承諾 會儘快處理 來到市場地下室 眼前到處都是垃圾 堆成一座小山之外 積水相當嚴重 安樂區一處私人市場 遭到民眾反應 地下室積水 垃圾 滋生蚊蟲 讓攤販和民眾不堪其擾 居民把垃圾往下丟 有一個抽水的寒洞 那個被堵塞 馬達都燒壞了 對啊 都封起來 就有些流浪漢會跑進去 大小便 位在樂一路 四十三項內的這棟大樓 二十年前蓋好時 一樓和地下室作為私有市場 但地下室一樓沒有營業 卻變成了垃圾廠 即使市場管委會多次清理 但還是被亂丟垃圾 成了蚊蟲天堂 這個市場下面已經很多人沒有賣 以往都很多人 就是晚上的時候 你也照顧不到這邊 你看它下面都是亂丟 有的垃圾也拿來這裡丟 然後有位置的人他沒有賣 他當然沒有來維護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要到 就是像公有市場一樣一些經費 然後來就是來修善 還是來補助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子 所以說現在就是變成說 可不可以就是相關單位 幫我們注重一下 因為剛好又有登革熱 基隆 可以把這個水把它處理掉 我們現在就是訴求這樣子 那後面的維護 當然我們不能說 一定要政府還是環保局 來幫我們處理 就是我們自己再慢慢來修善 那就是主要是原則上 大原則就是這個水 你看有的快到攤位上來了 已經那麼高了 民眾說最近警察局在外牆 掛上防空避難牌 公告地下室作為避難使用 但裡面卻是蚊蟲髒 還有積水 市議員吳華家要求市府 儘快處理 別沉了登革熱的溫床 對啊 完全不知道這裡 還有個防空避難 這樣可以避難嗎 怎麼可能 裡面像耍小水坑 可以用目測初步估計這個水 應該淹到的高度 會到大腿人這麼高的高度 那這個淹水 現在目前沒有單位來處理 那現在這個昨天 經過這個國家防災日 那大家有知道說 應該要進行這個防災避難的演練 可是軍民就疑惑說 我們的防空避難設施是這樣子的狀況 是要怎麼樣來進行 這個避難的演練之外呢 如果真的需要有避難的情形的時候 這個場合這個樣子的環境 是要怎麼樣進行避難 那另外呢 昨天也發生了首例的這個登革熱的事件 在我們基隆 那這樣子的這樣積水情形 市政府不能先協助做怎麼樣的措施 先把我們這個積水先排除 而不是說讓這個積水在這邊 然後成為可能未來會發生這個登革熱的溫床 地下室垃圾問題已經困擾民眾許久 好在地下室所有全人委託一名管理人 終於低調出面 表示會盡快清除垃圾 還給民眾乾淨的居住環境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而這一起地下室成為蚊蟲天堂案件 市長謝國良非常重視 立刻邀及環保和衛生局長 以及七區的區長 凱惠要求立刻清查髒亂積水環境 類似畫面上安樂區這處私有市場地下室 髒亂積水甚至仰出魚來的情況 除了由衛生局先行投藥防治病霉紋資深外 也將由基隆市環保局依法開罰 並且限期最短時間內清除改善 由於相隔八年 基隆再次出現登革熱本土病例 而安樂區這處私有市場地下室 卻被發現不但髒亂積水 還仰出魚來恐怕將資深病霉紋 市長謝國良非常重視 立刻邀及環保及衛生局長 以及七區區長開會 要求立刻清查全市髒亂積水環境 如果有緊急排除的必要 市政府將會限時進行清運或投藥 避免成為登革熱傳播源頭 這樣子積水而且髒亂的地方 我自己看了也覺得要立即改善 那由於這個是一個私人屋主 所以過去我們也曾經勸導過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要求環保局在下班前要用環境髒亂的一個相關法條要予以開法 並且由於現在是在這個登革熱的疫情相對我們要比較關注跟緊張的一個時刻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構成了緊急的原因 我有要求環保局在幾天內必須要完成一個環境的清理 以免那個具體的地方變成所謂登革熱的一個資深的一個病人的一個源頭 所以這件事情說急其實也是很急 我們要儘快注意 那我剛剛也小馬局長也同意在幾天內 這個就會完成清理 那剛剛我們張賢政局長也提到了 所以我們也請七區的區長在這個週末內就要完成跟轄區內每一個里長的一個電話探訊跟討論 在轄區內如果有髒亂及易積水兩個情況綜合的一個情形下 務必要報到這個區長及我們辦公室這邊來 我們要立即掌握然後立即排除跟清除這些張藥的地方 以免變成這個登革熱的一個病院 那北部跟基隆市原本就不是登革熱的一個傳統上的一個疫區 所以我們在應付這些情況的時候也要特別小心跟謹慎 那個地方其實衛生局已經有進行投藥 但是我們重點要 我剛剛講安樂區這個地下室衛生局已經有予以投藥 但是我們重點還是要把那個地方的髒亂競速的來把它排除 如果基隆有類似這樣子髒亂也有積水的地方 還請市民朋友馬上告訴我們 我們會立即的來協助排除 市長也呼籲民眾務必記得衛生局宣導 尋到清刷四個重要步驟 避免有積水容器 滋身並沒聞 傳染登革熱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按照片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